普里镇中山路以及大城路路口 据中央警政署统计 107年及109年 是普里斯大造势路口第一名 为了减少事故发生 将安装科技执法设备 希望借此各组民众超速 闯红灯等违规情形 买保障民众安全 今天我们会从南投县警察局 来到我们这个Starbucks这个路口 也就是我们中山路跟大城路的这个路口 那根据整个中央警政署的一个统计 那我们这个路口 在107跟109年 它是普里镇十大容易造势路口的第一名 那因为这样呢 所以警政署特别注意到 希望我们能够用科技执法的方式 来保障我们用路人 包括行车的安全 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做一个会刊 那大概呢差不多会有半年的时间 那才会开始启动 启动之前也会有一个月的宣导期 那不过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 既然它是普里镇十大造势事故的第一名 所以提醒大家 经过这个路口一定要放慢速度 而且该两段式左转的就要两段式左转 并且要注意遵守我们的交通安全 这样才能够维护我们自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议员古国昌表示 中山路以及大城路路口 因为临近普里酒厂 车辆往来频繁 部分用路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 时常发生交通事故 因此设立科技执法设备也是相对必要 借此赫阻民众来保障用路人安全 今天我们南大军警察局的交通队 通知我们保里镇中山路和大城路口 这个十二路口 要来安装科技组合的设备 因为我们这个路口是乘乎造数地点 可以每一年节节升高 为了要让我们民众用路的安全 和我们所有的福管车両 或是驾路的人都要保障 所以我们人为这个路口 如果设立的警戒 会改善我们的交通安全的作用 所以今天我们来这个路口 会议专业的单位来会议 我认为有必要来施設 没有我们用路人 对着我们这个交通安全的问题 可以来重视 这就是我们的基台 我们尽量就是买好车 让发生 让所有民众出去都平平安安 安安转转 警察局交通队表示 安全是回家 毁一道路 也提醒乡亲 出门能够注意 遵守交通规则 才能够保护自己 保护他人也平安回家 记者曾云志不立正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